《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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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正自己落場去體驗的時候 就發現自己也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在這個活動裡面 令我了解到警員和市民的關係 親身體驗之後 就發現原來警察是一個很艱辛的工作 真的嗎? 回到這個操場 不禁令我想起三年前 在警察學院這裡訓練的日子 而今天一群中學生 就有機會來到這裡參觀 而且還可以體驗一下學景的訓練 我們一起看看 隨著音樂聲的響起 一群學景步操入操場 而這群正在讀中學的同學 男生就坐在觀眾席 目不轉睛地欣賞一群學景 整齊的布置 因為我有點好奇 究竟女生做旅警會怎樣 因為女生本身的天生體力 和各方面都不夠男生好 所遇到的挑戰和困難都比較大 我參加了這個活動 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生理狀況 和心理能否勝任一位女警 從小都很想投身紀律部隊工作 既然這次可以參觀警察學院 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 其實他們在參加 由警察學院舉辦的計劃 學景點滴 一個給中學生和學景交流的定期計劃 受過專業訓練的我 當然能跟上他們的節奏 但對於只學了幾分鐘的同學 大家又覺得他們做得如何 教官也很嚴厲 做得不好也逐一糾正 剛才看過這個補粗示範 還有自己也試過 發現原來理想和現實真的很不同 平時也有做過補粗 不過要求沒那麼難 同時來到這裡的警校 親身體驗之後 發現原來警察是一個很艱辛的工作 也明白警察 警察是一個很艱辛的工作 要有好的體能才能夠服務市民 幾多年級? 聰明 聰明 阿劍,你給我開車 你給我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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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模擬演練 就可以讓同學們感受一下 警察追捷刷刑的能迷不亂 真的很辛苦 最擔心可以走 是 厲害… 在這個追捕期間 令我回憶像小朋友玩兵竹賊一樣 你追我,我追你 但學警是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 在這個活動裡 令我了解到警員和市民的關係 警務人員執勤的時候 都需要用到良好的機力 去應付日常的工作 而在不同情況 我們都可能需要用到下資的力量 所以除了跑步測試之外 我們還要通過這個立定跳高的測試 才可以不倒業 看起來好像很容易 但女生要跳到17吋 男生跳到21吋 才算合格 成分 原來 除此之外 他們還可以試試手壓力測試 好 在體能測試中 我覺得自己都不錯 因為我做海運防 有體能的 但在步操裡面 要十分之留心靈聽 因為他們每一個指令 都要去執行 如果我們不留心的話 就會做錯 試完這個體能訓練之後 一開始聽到 就覺得其實很開心 因為自己都有做海運動 但真正正自己落場去體驗的時候 就發覺自己都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時下的年輕人 經常被人批評他們處事態度 不過大家看看 這群同學在做團體建設訓練的時候 面對種種困難都堅持完成的 剛才通過了這個團體合作的訓練之後 我就發覺了原來團體合作 比起一個人的力量是更加好的 而且也很感謝學校 經常給我們一些機會 去接觸不同的事物 為我們的未來打算 計劃還安排了他們分組 跟學景哥哥交流 讓他們可以了解多些學景的生活 其實剛才在分組裡 我們跟同學分享了 我加入健康的原因 我在學景訓練中所遇到的挑戰 也跟他們分享了 我在這個學景訓練中 訂立了的甚麼目標 我希望可以盡自己能力 在這裡獲得100分 希望我可以透過這個分享會 令他們明白到正面和積極的態度 就是克服難關的關鍵 在整個分享會裡面 每一個同學都很投入很活動 希望他們日後可以很積極地回歸這個社會 《學景點滴》是警察學院 在2017年年初推出的青少年參與體驗計劃 利用半天的時間 讓青少年可以體驗一下學景的訓練 計劃的目的是透過一個互動的平台 希望青少年一代可以體驗到 學景訓練當中所需要的自信 毅力和團隊精神 從而可以建立一個正面和積極的價值觀 同時,學景也可以透過參與這個活動 去了解青少年一代 警察學院預計今年會邀請 大約40間中學的學生來到這裡交流 希望更多青少年可以建立正確的價值觀